好啦 那我们就直接看课本的42页 42页呢 在要对照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几个单字 就是要补充 第一个呢 叫nail 你觉得指甲可不可数 可以吗 不行哦 可以哦 到底怎么可以 可以 对 这个字可以数 那你要剪指甲 你要修指甲 甚至呢 你可能要把你的指甲磨一磨 请你写这三个字 第一个cut 第二个tree 第三个polish 可以数哦 它是可以数的哦 因为你有十根手指头 你就有十个 十片的指甲 我们刚才指甲的单位应该是十片 所以在讲上 跟指甲有关的 第一个cut 就是剪得很干净的那一种 因为有人是强迫症 很用咬的 所以他检查指甲 绝对不会担心他指甲过长 因为他三步子就把他吃掉了 第二个是修剪 第三个呢 就是polish 好 然后呢 mail这个字呢 写个二 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呢 叫做钉子 一样可以数 因为一根钉子 两根钉子 可以数 就抄在这里就好 就不用额外再抄在笔记本上了 好 再下一个单字呢 叫做cut 它的三派 cutcutcut 没错 cutcutcut 那cut除了是你的动词 就是切割剪 可是当名词的时候就是伤口 不小心可能划到那个小小的一个刀伤 所以cut这个字呢 可以翻成伤口 好 OK 然后另外呢 它可以翻成减少或者是删除 减少或者是删除 比如说降价 我们讲的降价叫cover prices 那你打折 叫discount 那是不一样的哦 好 再来 OK 咯 然后呢 要唱这句话 cut it out 不是把它剪掉 不是哦 cut it out 的意思呢 就是不要闹了 就是stop 不要再吵了 不要再闹了 不要再耍汗了 不要再耍屁了 所以我们讲耍屁的时候 就会有人有反应给 对要入座啊 不会吧 OK啦 诶 对不起 没到 所以cut it out 就是别闹了 停止 好 再来下一个单字呢 叫做neck 叫做脖子 OK吗 那因为呢 这个字呢 一样是可以数 只是要你备注一个叫neck and neck 就是a tie 简单来说就是tie 它这个字本来是打结 那什么时候用到它 比赛的时候就是你已经一直平手 所以neck and neck呢 就是不像上下的意思 然后第二个它可以表示衣领 可是真正的衣领哦 有一个字叫color ar 不是颜色那个字哦 面法很像 好 再来呢 我看到 再来写个negudai negudai 是什么 negudai 其实真的它就是从这个字英文来的 negudai 其实是neck tie 变成日文 日文后来变成我们的台语 所以其实啊 我们的台语很多其实都是原本开始就是英文 所以像日文哦 叫televi 猜猜看什么是televi 对 television 电视 所以日文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外来语 他们的确是有很多东西是从英文这个字 就是英文的一些谐音啦 因为没办法 可是日本人他们为什么念英文他们没办法像 像大陆人或是像我们这样念好听 因为我们有er 我们会卷舌 日本的五十语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字是跟卷舌有关的 所以你要日本人把英文念得很好很难 因为他们本身就不会卷舌音 所以譬如说你叫他们念card 他们念不出card这个字 他们念kato kato 就是kard这个字变成那个外来语 就是把卷舌音去掉了 好 再来下一个单字 超级无敌重要 我明示单字都有讲喔 超级无敌重要 请问你肩膀是不可取的 可以 对 所以你可以加S 记住喔 他可以加S喔 那我们要形容那个肩膀 譬如说他肩膀很宽 可以很让我很相信他 可以依靠他 有没有 你可以讲的就是broad 那肩膀很强重吗 可以啦 strong 很窄吗 可以啊 narrow 所以我们形容肩膀的 形容词 big broad strong narrow 就是在的 那记得肩膀可以属于有两边 左边右边 好 再来ok咯 再来下面要朝的是这个整句 give somebody the cold shoulder 为什么给他冷冷的一个肩膀 知道吗 为什么要给他冷冷的肩膀 而且只给一个就好了 只一个就好了 这是什么意思 故意对 你是故意的哦 你刻意去冷落他 不要操 好 所以你的42页的单字大概就这几个 我都没记错 你在哪 没错 好 那我们再来看42页 42页的地方呢 这几个字 快速看过一遍 因为你要把这几个字填到下面这三个空格而已 所以呢 我们来试试看 第一个叫broke one's nail 什么叫broke one's nail 你的指甲怎么了 断掉啦 第二个 hurt one's knee 这句怎么翻 对 要翻膝盖受伤哦 不是膝盖痛哦 膝盖受伤哦 ok好 来第三 cut one's finger 你如果有在煮菜的人 应该常常可能不小心做到这种事 切一切 哎呀怎么有肉 怎么有番茄酱 又是切到地的手 再来第四个 要 hurt one's nail 就是你的脖子受伤扭到 可是真正如果脚扭到 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单词叫spray S-P-I-I-N 那个就是脚扭到啊 脚牌 可能你们讲的那个叫什么 翻船 翻 翻船 对对对对 然后最后一个 hurt one's shoulder 那是只有一个啦 两个就叫S 好 写好了吗 自己改 相信你们应该可以诚实 吧 这是疑问句 不是肯定句 来 第一题了 再打 可是你看咯 这里加一滴耶 所以怎么办 要过去室 对 要过去室 所以要 broke her nail 可是第二题呢 叫Leo hurt his什么东西 So he can't turn his head now 她的头不能转弯了 哪里 对 你的脖子就通常落枕嘛 再来第三 Jenny hurt his什么东西 The doctor told her not to play baseball for a week 一个礼拜不能打棒球 shoulder 你可以加S 因为有时候是两个肩膀一起脱就有可能 好 再来这里 你快速看一下 对不起 这边 这个地方 检查一下 她有没有给你改错 就是明明该加一滴的 没加的 记得哦 那个漂亮的法海和尚 陪我一起努力 招牌块 做漂亮的法 记得哦 far 它是不可以加Ly的 OK了吗 好 再来 这里的话 我直接看答案 OK 看她有没有给你改错就好 那一定要记得 说示动词的 一定用副词 那副词大部分有Ly的 我们比较级就是more 最高级就是the most 可是偏偏有一些字 它就是没有Ly 那没有Ly的话 就跟形容词一样 加ER 加EST 就可以了 好 再来看隔壁 等上了吗 错到自己改哦 好 再来 这边的部分呢 比较 副词的比较级跟最高级 差别在哪 第一种有Ly 有Ly的就是more 跟the most 好 那我们试试开 这上次我们都行过了 然后你也别给你听 看我给你改错 诶 没声音 2 Ken's dad cooks better than his mom 诶 为什么没声音了 哦 我刚刚给人家切掉了 sorry 来 再一次 2 Ken's dad cooks better than his mom 3 Brad jumps higher than Ivy 记得哦 有high力这个字 不过high力呢 它不是高 high力这个字是相当零 好 再来 下面 5 Karl draws the worst 那因为副词的最高级 那因为副词的最高级 那个德可以省 6 Erik eats the most slowly 好 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就看这一页 刚刚教你们自己写的 那我们就看这一页 把它准备咯 一样一题 自己创分书 Fillin Fillin Mis Chen is so right We didn't win the race But we tried our best How's your knee now? Does it still hurt? Take care B John You guys shouted really loudly Everyone was looking at you 好 再来 隔壁 那刚刚有人说这怎么写 等一下 这个还没办法写 这个要先听 A. Listen and check 1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I studied late last night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I studied late last night 2 Miranda plays the piano terribly But she sings beautifully Miranda plays the piano terribly But she sings beautifully But she sings beautifully 好 那我们就看答案了 答案第一个是 A 第二 A 好 再来下面 看图做哪 这里有1 2 3 对不对 所以来直接看 第一个 往上大一点 1 Jeff swam faster than Mike But more slowly than Clint 2 Clint got to the finish line the most quickly Clint got to the finish line the most quickly 那当然这个the mode 这个the location 因为假如是副词 我真的都是可以省略掉的 那为什么家里楼挖 还是要提醒你 因为 根据 修饰动词 第三 3 Who jumped the farthest jeff clint or Mike Mike jumped the farthest 因爲三个人 所以三个人我们就用最高级 好 再来 这边的话呢 这个就是听力啦 那听力的部分 这个就叫联1 通常两个字在一起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不会讲 thank you 我们都会讲什么 thank you 对我们把前面的那个单字 最后一个1 跟第二个单字的第一个字 只要它是可以联在一起 我们就联 那如果是两个字都一样 那就念一个就好 这样OK吗 所以它这里就会帮你加在一起 好 再来 这里要知道 叫Acheles Hill 这个呢 其实是希腊神话里面 它的一个 它的那个 它其实是刀枪不入的 可是它唯一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你知道练功的人 不是有 我不知道什么 什么穴 那个练金庸的人 就是你知道它 它刀枪不入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地方 因为它们会把功力 全部集中在某一个地方 那通常呢 那个地方就是 全身它都可以刀枪不入 就是那个地方 只要你碰到 它可能全部功力就禁失 或者是那个地方 是唯一可能刀枝可以插得进去的 剑可以刺得进去的 那那个呢 就是以希腊神话来讲 就是它的那个Heal Heal是哪里知道吗 对 讲不到 在这里 就这个 它全身哪里都不会受伤 就只有这里 所以这里就强调你的弱点 就是你的要害 好 再来隔壁 答案是C珠 是的 谢谢 您可以帮我